嘿,你好,我是阿图,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一个月前,我受邀做一个关于中期教育差异的分享 这是分享稿件的音频版 小伙伴们可以戴上耳机 边听边开车走路做家务或者做其他事情 上一次我们讲了家长委员会会长的孩子 Jay的故事 如果你还没有收听,请留言告诉我 我会把之前的收听链接回复给你哦 今天分享另外两个熊孩子的故事 先来讲一个对弱小女生有强烈保护欲的熊孩子的故事吧 Jay是一个十岁的男孩子 在Jay出生前,她的父母从俄罗斯移民澳洲 母亲是全职太太,父亲是工程师 她还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妹妹 在Jay查班之前,我的同事们就不断地跟我说 Jay已经气哭了不少老师,也被校长劝退过 但由于她父母的坚持才愿意给Jay最后一次机会 也就是转到我的班上再试一个学期 Jay对她妹妹非常担心友好 说话细声细语 还会小心地为她妹妹吃水果 我一度难以理解为什么她对妹妹的态度 与她课堂上的表现攀若两人 第一节课,我就深深地感受到同事们的不容易 一发呆画画,无缘无故地大笑敲桌子 甚至趁我不背,在我的摆摆上画画 有时候还会突然站起来让着教室快跑 摔桌椅,在地上打滚 我一开始以为她心智不全或是患有多动症 两周过去了,亦还是不跟我和同学们说话 有时候在角落里自言自语,讲我听不懂的话 也许是俄语,嗯,我不知道 她跟之前提到的这也很像 几乎不参加任何课堂活动 直到有一天,班里转来一个从来没有学过中文的小女孩 也就是那天起,我发现亦是可以跟同学正常交流的 她把小女孩翻译书上的中文 教她用正确的笔画写按字 甚至还会耐心解释我们常玩的游戏规则 想让这个熊孩子进步,难道唯有姑娘可以解我忧愁吗 我向上级申请,让更多新数学的女孩子来我班里 班里渐渐渐有了比一年长和比她年幼的女同学 一开始,亦表现出她三年来最棒的学习状态 她会很绅士地帮姑娘们搬椅子 也会很积极地回答问题,参与课堂活动 但我又发现另一个问题 亦颖慢慢疏远比她年长,比她中文学得好的同学 做游戏的时候,她没有赢的可能性 就立即放弃参与游戏,甚至破坏道具 并用语言和肢体攻击获胜者 她必须是最好的 一旦其他人有机会超越她,她就以各种理由搞破坏 莫非是战斗民族的娃娃输不起吗? 我跟义的妈妈讨论过这个问题 她妈妈表示理解老师们的所有教学方式 因为她相信老师们的选择是给她儿子和其他学生的最优选择 听起来似乎比这个妈妈更同情利一些呢 难道义是天生的熊孩子吗? 直到见到义的父亲以后,我似乎可以理解义的五代 义的爸爸在悉尼大学学商务中文 他的中文水平足以检验儿子的学习成果 他很少来接儿子 偶尔出现也是在等候上课的这段时间 在此认真检查义的作业或语义做口语练习 他对义说的最多的话是 你要做最棒的孩子 我相信你做得到 望子成龙这件事好像真的不仅仅是很多中国家长的期许 但在义看来,在弱者面前才能更容易凸显自己的优势 也许这样的心态绝大部分人都有 只是义将这种想法表现得更直接一些 也许我们都会说 成功这件事不仅仅是要比弱者强那么一些些 但是怎样才能一步步进步,一步步接近成功呢? 留言告诉我你的回答吧 现在我在讲一个小姑娘的故事 S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她有一个九岁的姐姐 周一到周四晚上 S和姐姐都在爷爷奶奶家住 中午放学后再被爸爸接回家 S从三岁开始学中文 但是我去她奶奶家的第一天就发现 S甚至连我叫S这样的简单句子也说不出来 S是个特别倔强的小女孩 只要她认定不要做的事情 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被改变 比如她认定自己年纪小肯定学不好中文 又比如她不敢训气的所有话题 都坚决不能再成为课堂内容 比如说昆虫蔬菜这些话题 比起她对姐姐的态度 她的学习态度似乎也看不出 有特别的熊孩子特性了 凡是姐姐有的东西 她必须要有一份一模一样的 无论这样东西她自己是否需要 有一次我给S正上着课 姐姐吃着烤吐司从旁边路过 S跑过去一把朵下丢在地上 然后大笑起来 另一次两姐妹一起去做手工 姐姐刚要拿着她的作品给奶奶看 还没有做完手工的S 大叫着抢过姐姐的手工作品 撕碎了 S说谎撒娇搞破坏 具有大多熊孩子的特质 但她姐姐却是包容温和 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最深刻 姐姐和妹妹的上课内容不同 给的学习材料不一定相同 有一次我给姐姐上关于食品的内容 带了一些食物去让她品尝 姐姐问可以多给我一份吗 我想给S留点 另一件事是 S那天没有写作业 我就没有给她贴纸 写的作业就可以拿一张贴纸作为奖励 S的姐姐求情说 以后会督促妹妹写作业的 麻烦这次给她一张贴纸吧 可规矩就是规矩 我不能给破坏规矩的坏孩子奖励 姐姐最后说 那我把我今天的贴纸送给S吧 看过太多同样的生活环境下 性格迥郁的兄弟姐妹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每个个体本来就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变得各不相同 但家里孩子多 生活压力小 社会福利高 父母常陪伴 就不大可能有熊孩子这样的谬论 在听今天的分享之前 你信了几分 我同学和同事们不止一次跟我提及中国教育 我很自豪地告诉大家 老外们很羡慕中国的教育者 因为中国简直就是教育者的天堂啊 学生们整齐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课 大部分学生可以保质保量地按时交作业 绝大多数家长会配合老师的教育工作 整个社会对老师的尊重也让他们羡慕不已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说这些话的在职教师统统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教过中国学生后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的传统教育感到不安 甚至觉得自卑呢 中国式教育的优势也正被老外们羡慕啊 你有什么其他想法快来告诉我吧 好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音频可以关注我 继续听更多的分享和课程 也可以发邮件到屏幕上方的这个邮箱 获取PDF文告和PowerPoint Slides高清图 我们下次见